大家平安 愿主在安息生日 是福给我们 愿主在安息圣日 赐福给我们 保守我们身心的平安 保守我们身心能够得到平安 晚上我们来查考 罗亚因信起敬畏的心 晚上我们来查考 罗亚因信起敬畏的心 他到底信什么 他到底信什么 他起了敬畏的心 有什么样的表现 他起了敬畏的心 有什么表现 我们来看 希伯来书的十一章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 希伯来书十一章 看第七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 七节 罗亚因着信 既蒙神指示 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只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 而来的义 在第七节告诉我们 罗亚因着信心 第七节告诉我们 罗亚因着信心 既然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就是未来要发生的事 就是未来要发生的事 那他因为有信心 他因为有信心 能够相信 能够相信 而起了敬畏的心 所以起了敬畏的心 就知道要预备一只方舟 就知道要预备一只方舟 让他全家可以得救 让他全家可以得救 那这个就是罗亚信心的表现 这个就是罗亚信心的表现 罗亚的信心 对我们处在末世的信徒来讲 对我们在末世的信徒来讲 很有鼓励的作用 很有鼓励的作用 让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 为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 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第六章 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第六章 《创世纪》第六章 创世纪六章八节 创世纪六章八节 唯有罗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这里讲只有罗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这里讲只有罗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世界上那么多人 世界上那么多人 但只有罗亚在神面前蒙恩 因为当时世上罪恶很大 第五节讲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可见他们的心已经完全败坏 一生的果效重新出发 既然心已经坏 那其他言语行为当然都坏 既然心已经坏 其他言语行为都已经坏 所以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所以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有伤 因为他爱他所造的人 因为他爱他所造的人 但人竟然叛逆他 竟然败坏到这个地步 所以他的心中很忧伤 所以他的心中很忧伤 神就这样讲 神就这样讲 我要将所造的人 左塑昆虫飞鸟 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售昆虫飞鸟 都从地上除灭 都从地上除灭 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后悔了是一种爱的表现 后悔了是一种爱的表现 就好像父母爱儿女 就好像父母爱儿女 儿女有不好的表现 儿女有不好的表现 伤害父母的心 伤了父母的心 有时候父母会讲出这种话 后悔生了你 那是因为爱才会讲的话 是因为爱才会讲的话 神也是因为爱才讲出这样的话 神都是因为爱 所以讲出这样的话 代表神心中的伤痛 代表神心中的伤痛 因为人的败坏 因为人的败坏 那第八节说 只有罗亚在神眼前蒙恩 第八节说 唯有罗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第九节说 这个罗亚是个义人 第九节说 罗亚是个义人 在当时的世代 是个完全人 在当时的世代 是个完全人 因为他跟神同行 因为他与神同行 所以当在那种非常罪恶的世代 所以在那个非常罪恶的世代 罗亚能够持守他的异性 罗亚能够持守他的异行 这个很不容易 这个是很不容易 因为社会的压力很大 因为社会的压力很大 整个环境的潮流非常坏 整个环境的潮流非常坏 但他能够坚持信仰 但他能够持守信仰 能够坚持与神同行 能够坚持与神同行 这个非常不容易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 我们知道世界要毁灭之前 我们知道世界要毁灭之前 就是罪恶灌满的时候 就是罪恶灌满的时候 也因为罪恶灌满 神才会毁灭世界 也都因为罪恶灌满 所以神要毁灭世界 只要罪没有灌满 神不会毁灭世界 只要罪没有灌满 神不会毁灭世界 像罗恶时代 就是因为罪已经灌满 好像罗恶时代 就是因为罪已经灌满 所以神才要毁灭那个世界 所以神先要毁灭那个世界 主耶稣再来之前 一样的世界 罪也是会灌满 一样世界的罪都会灌满 就像保罗所讲的 就像保罗所讲的 会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会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种危险 就随时随地在你的周围 因为那种危险 就是随时随地在你的周围 那种危险是很可怕的 那种危险是非常可怕 世界的人会败坏到非常厉害 对我们信徒来说是很大的考验 当时很多人经不起考验 就受罪恶潮流的影响 就被冲走了 剩下罗牙一家 剩下罗牙一家 非常可惜 神的儿女熟化 非常可惜 今天这个罪恶的世界 一样对我们是很大的考验 我们要很谨慎 就是信心一定要坚持到底 信心不能动摇 要像教法罗牙这样的信心 要效法罗牙的信心 能够与神同行 行神所喜悦的事 这样就可以得神喜悦 可以得蒙神的恩典 可以得蒙神的恩典 也因为得神喜悦 也因为得神喜悦 所以神就指示祂将来要发生的事 所以神就指示祂将来要发生的事 在十二节的地方 在十二节 记载说神观看世界 神观看世界 神一直在查看这个世界 神一直在查看这个世界 每一个人所作所为 他都一清二楚 神都一清二楚 神观看世界 看见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 看到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 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所以整个世界已经败坏了 十三节神就对罗亚说 十三节神就对罗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拼毁灭 这个就是神指示罗亚的事情 这个就是神指示罗亚的事情 然后叫他要造一只荒舟 然后叫他造一只荒舟 十四节说你要用戈毁木造一只荒舟 十四节说你要用戈毁木造一只荒舟 那在十七节的地方 十七节的地方 所看我要让洪水泛滥在地上 看那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要毁灭天下 毁灭天下 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 无一不死 这个就是神指示他的 这个就是神指示他的 神要用洪水毁灭世界 也因此叫罗亚要造荒舟 也因此叫罗亚要造荒舟 那十八节说我要跟你立约 十八节说我要与你立约 你跟你的妻子 还有儿子 与儿子 还有儿户 都要进入荒舟 就是都要得救 就是都要得救 神跟罗亚立这个约 神跟罗亚立这个约 按照这个约 神要救他一家八口 按照这个约 神要救他一家八口 这个就是神指示罗亚的事情 这个就是神指示罗亚的事情 为什么神会指示罗亚这些事 也就是指示他将来要发生的事 也就是指示他将来要发生的事 指示他得救的道路 也指示他得救的道路 这个就是因为神喜欢他 这个就是因为神喜欢他 我们这个地方做一个记号 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记号 我们来看诗篇的二十五篇 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五篇 诗篇二十五篇 我们看第十节 诗篇二十五篇第十节 诗篇二十五篇第十节 这里讲遵守神的约跟他法度的人 这里讲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 就是遵守神话语的人 就是遵守神话语的人 神都以慈爱诚实对待他 神都以慈爱诚实待他 像罗亚他遵守神的话 就好像罗亚遵守神的话 在神眼前蒙恩 在神眼前蒙恩 神就以慈爱诚实对待他 神要做的事就让他知道 神要做的事就让他知道 将来要发生的事 神就启示他 将来要发生的事 神就启示他 十二节说 写敬畏神 十二节讲 谁敬畏我说 神就必只是他当选择的道路 神就必只是他当选择的道路 所以我们晓得敬神所到 所以我们知道要敬神所到 人生的路 神就会保守 神就会指引我们走正确的路 神就会指引我们走正确的路 所以必只是他当选择的道路 所以必只是他当选择的道路 神会指示你的 神会指示你 告诉你应该怎样走 让你不会走错路 让你不会走错路 前面要发生什么事 对你影响很大 对你影响很大 他会事先让你知道 他会事先告诉你 这样让你不至于因为那个事而灭亡 让你不会因为这些事而灭亡 有办法逃离那些灾难 这个就是神会指示当选择的道路 这个就是神会指示当选择的道路 让他和家人能够得救 让他和家人能够得救 而且也可以让那些灾难 其他的动物也可以得救 而且也可以让其他的动物能够得救 这个就是神指示罗亚的道路 这个就是神指示罗亚的道路 所以我们一个人这样子晓得来敬畏神 所以我们一个人知道要去敬畏神 神就会喜悦我们 神喜悦我们 祂就会施恩给我们 祂就会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 祂就会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 会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 会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 让我们不至于做错 让我们不至于走错 那这其他当时的世人 他们因为远离了神 他们因为远离了神 听不到神的声音 没办法得到神的指示 虽然罗亚也一直警告他们 叫他们要回头 叫他们要回头 但当时的人都不肯回头 这是很可惜的事 另外很可惜的事 那罗亚就是得到神这样的指示 罗亚就是得到神这样的指示 指示他未来未见还未看见的事情 指示他未见到的事情 虽然还未看见 但他对神有信心 但他对神有信心 因为这样就起了一种敬畏神的心 也因为这样就起了敬畏神的心 知道神是何等的可畏 也就是神的话这样讲一定会这样应验 这个就是罗亚对神的信心 这个就是罗亚对神的信心 所以神说要用洪水毁灭世界 所以神说要用洪水毁灭世界 自然神有办法 有时候会想怎么样 怎么有这么多水 有时候会想怎么会有这么多水 如果没有信心 人就会想很多问题 其实神要做事情 其实神要做事情 祂自然有办法 祂自然有办法 神的话出去 再困难的事都能够成就 神的话说出去 再困难的事都能够成就 向祂照万物 就好像祂做万物 祂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 祂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 祂叫祂立柱就立柱 祂叫祂立柱就立柱 你看整个宇宙这么大 我们整个宇宙这么大 星球轨道一定速度一定 星球轨道速度一定 神叫祂立柱就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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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都不会改变 永远都不会改变 这种是不可思议的事 亦仲是不可思议的事 罗亚对神有信心 罗亚对神有信心 他相信神的话这样讲 一定这样应验 他相信神的话这样讲 就一定这样应验 那从神指示祂的话里面 从神指示祂的话里面 他也能深深地体会得到 他也能深深地体会得到 神对罪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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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何等的愤怒 是何等的愤怒 因为人败坏到这个地步 因为人败坏到这个地步 神就要将人 动物和这个地 全部毁灭 神就要将人 动物和地全部毁灭 所以神对罪是非常地恨 所以神对罪是非常地恨 这也是让罪亚起了一种敬畏的心 这个也是让罪亚起了一种敬畏的心 神对罪有愤怒的权势 神对罪有愤怒的权势 他不但有权柄的愤怒 他不但有权柄去愤怒 他也有能力去愤怒 他也有能力去愤怒 不是神不报应 不是神不报应 有时候是时候还没有到 有时候是时候未到 像约拿书的尼尼围城 神再给他机会 能够回头 借着约拿传警告 借着约拿身上所发生的神迹 借着约拿身上所发生的神迹 来帮助他们回头 这些都是出于神 因为还有回头的机会 神就想办法让他们回头 神就想办法让他们回头 但是到拿红书就不一样了 但到拿红书就不一样了 所讲的就是毁灭 所讲的就是毁灭 神的报应到了 神的报应到了 不再宽容了 不再宽容 神要毁灭尼尼尼围城 神要毁灭尼尼尼尼尼尘 神的报应 这个是很可怕的 神的报应是非常可怕的 在拿红书里面就讲到 神不是没有力量报应 在拿红书里面就讲到 神不是没有力量去报应 神的时候还没有到 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 只要时候一到 只要时候一到 神的报应一到 神的报应一到 那种报应是极极可怕的 那种报应是极其可怕的 不是人承受得起的 不是人可以承受得起 所以人要小的回头 所以人要知道要回头 因为人硬心不回头 因为人硬心不回头 就继续神的愤怒 就积蓄神的愤怒 等到那个愤怒积满 等到那个愤怒积满 倾倒下来的时候 那不是人承受得住的 那不是人可以承受得住的 那是极其可怕的 是极其可怕的 这个神毁灭 挪亚时代毁灭世界 就是这样的情形 就是神的愤怒已经积到一个程度了 整个就倾倒下来了 整个就倾倒下来 将来主再来末日 那个报应也是一样 将来主再来的报应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要晓得神是可畏的 所以我们要晓得神是可畏的 也要晓得神不会偏待任何人 也要晓得神不会偏待任何人 神的儿女犯罪一样灭亡 神的儿女犯罪一样灭亡 祂不宽容的 祂不会宽容 任何人行道他一定施恩 任何人行道他一定施恩 所以虽然当时那么多人 就只有挪亚一个人在神眼前蒙恩 就只有挪亚一个人在神面前蒙恩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因为神是绝对公义 因为神是绝对公义 祂不可以把有罪当作无罪 祂不可以将有罪当作无罪 祂是一定要按照公义来审判 祂是一定要按照公义来审判 如果神不公义 祂就没有资格做审判主 祂就没有资格做审判主 所以神是绝对公义 所以神是绝对公义 恶一定有恶报 善一定有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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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指示罗亚这些事情的时候 罗亚本来就是敬畏神 罗亚本来就是敬畏神 但是这个事 让祂更起了敬畏的心 但是这些事 让祂更起了敬畏的心 更晓得怎样来敬畏神 更晓得怎样去敬畏神 晓得神是何等可畏 晓得神是何等可畏 就好像亚拿尼亚的事件 就好像亚拿尼亚的事件 让当时的教会 让当时的教会 不单是外邦人 不单是外邦人 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 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 听到神的惩罚 听到神的惩罚 大家都起了一种害怕的心 大家都起了一种害怕的心 全教会都很敬畏神 全教会都很敬畏神 不是他们本来不敬畏 不是他们不敬畏 他们也是敬畏 他们也是敬畏 但这个是帮助他们更大的敬畏 但这个是帮助他们更大的敬畏 更洁净自己 教会更加完全 教会更加完全 所以当罗亚听到神这些指示的时候 所以当罗亚听到神这些指示的时候 一样给罗亚得到很大的帮助 一样帮罗亚得到很大的帮助 罗亚就更加的敬畏神 罗亚就更加的敬畏神 因此神叫他要准备一只方舟 因此神叫他要准备一只方舟 神叫他怎样做 他就怎样做 神叫他怎样做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六章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六章 六章二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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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节 罗亚就这样行 凡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行了 神怎么样困恶他 他就怎么样做 神怎么样吩咐他 他就怎么样做 这个从十四节开始 要告诉他要用什么材料造方舟 要怎么样来造 要怎样去做 长多少 宽多少 高多少 长多少 幅多少 高多少 上面要留透光的 上面要留透光的 门要开在旁边 门要开在旁边 要分上中下三层 神将他讲得一清二楚 那罗亚他敬畏神 他就完完全全照神的话这样来做 他就完完全全照神的话这样去做 也因为他完完全全照神的话这样去做 也因为他完完全全照神的话去做 他才能得救 他才可以得救 因为方舟只要你一个地方不照神的意思去做 因为方舟只要你有一个地方不照神的意思去做 这个方舟有可能发生问题 这个方舟有可能发生问题 有可能经不起考验 有可能经不起考验 就一样的沉沦在那个地方 就一样的沉沦在那个地方 所以罗亚他很敬畏神 所以罗亚很敬畏神 神怎么讲 祂怎么做 神怎么说 祂怎么做 一点都不肯有自己的意思 没有少少自己的意思 就像今天我们敬畏神也是一样 就像我们今天敬畏神都一样 神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敬拜祂 神告诉我们要如何敬拜祂 怎么样去信祂 怎么样去信祂 怎么样去守道 我们都要照这样去做 我们都要照样去做 神的话你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 神的话我们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 加神就会加灾祸 加神就会加灾祸 减神就会减福气 减神就会减福气 所以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 所以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 我们真教会对这一点非常看重 所以只要圣经没有的 我们不会接受 所以只要圣经没有的 我们不会接受 像圣诞节 像什么复活节 或者复活节 这些都是圣经没有的 因为圣经都没有记载 你给它加上去 圣经说这些就是谎话 神没有讲你怎么讲 那不是谎话 这些不是谎言 因为这些不是神讲的 你自己讲的就是谎话 因为不合神的话 不合圣经 以神看这就是谎话 以神来看就是谎言 圣经也是这样讲 真理才是真实的 只要跟真理不同就是谎言 谎言就是出于魔鬼 谎言就是出于谎 所以这个不但得不到神的喜悦 所以这个不但得不到神的喜悦 反而惹神的愤怒 反而会惹神的愤怒 反而会惹来神的灾祸 反而会惹来神的灾祸 所以我们对拜神的态度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对拜神的态度就是这样 圣经有的你不能把它剪掉 圣经有的你不能减去 圣经讲洗礼赦罪 圣经讲洗礼赦罪 你不可以讲洗礼不能赦罪 你不能说洗礼不能赦罪 你不能讲信就得救 你不能说信就得救 圣经讲得圣灵要讲方言 圣经说得圣灵要讲方言 你不能讲信就有 你不能说信就有 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 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 这个得救的方舟就是要完完全全 按照神的话来做的 这个得救的方舟就是要完完全全 按照神的话去做 这个方舟才是得救的方舟 这个方舟才是得救的方舟 只要有一个地方出错 只要有一个地方出错 整个都会有问题 整个都会有问题 今天外教会错的地方多得不得了 今天外教会错的地方很多 更不要讲说不是只是一两个错而已 更不要说只是一两个错 尤其是得救的真度 尤其是得救的真度 错得很离谱 错得很离谱 这样子怎么经得起考验呢 那怎么可以经得起考验呢 因为末日的考验 那个不是比这个时候的考验更大的 因为末日的考验比这个时候的考验更大 所以你这支方舟如果不按照神的话 这样去建造 所以你这支方舟如果不按照神的话去建造 你经不起考验的 你经不起考验 所以得救的方舟确实只有一支 所以得救的方舟确实是得一支 就是要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话来建造 就是要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话去做 今天我们晓得将来的审判 今天我们知道将来的审判 这个世界有一个末日 世界有一个末日 那我们就一样的要跟罗亚一样 我们就要跟罗亚一样 要有这种敬畏神的心 要对神的话要非常看重 对神的话要非常看重 我们信仰一定要完全根据圣经 圣经讲的我们句句都要尊重 圣经讲的我们句句都要尊重 都要看重 这样才能够来建造我们的信仰 这样才能来建造我们的信仰 将来才将得起考验的 将来才经不起考验 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 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 彼得后书第三章 彼得后书第三章 我们来看第十节 彼得后书三章 第十节 但主的日子要将策来到一样 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墟 有形则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要消尽了 十一节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结 怎样敬虔 这里讲将来神要用火毁灭世界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消尽了 这个就是神将来要毁灭整个世界 这个就是神将来要毁灭整个世界 既然是这样子 既然是这样子 这里就勉励我们 这里就勉励我们 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结 怎样敬虔 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结 怎样敬虔 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事 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事 一般人他们不知道 他们也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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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 我们要凭着信心 只要凭着信心 只要凭着信心 一样的我们会起这种敬虑的心 一样我们会起敬虑的心 因为人的罪 因为人的罪 神的愤怒 神的愤怒 要用火毁灭一切 要用火毁灭一切 既然是这样子 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再晓得神的可谓 我们知道神的可谓 我们就要知道 怎样圣结 怎样敬虔 我们就要知道 怎样圣结 怎样敬虔 不要因为这个短暂的物质 而影响我们永远的福气 不要因为短暂的物质 而影响我们永远的福气 这样就很没有价值 这样就很没有价值 所以啊 这个就是像罗牙一样 因为信心 可以起敬虑的心 那晓得这样子 按照神的话 来预备方舟 就是建造教会 教会就是你跟我 你跟我就是教会 教会就是你跟我 我们就是要建造自己 要共同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 要共同一起来建造教会 那就是刚刚讲的 知道怎样圣结 怎样敬虔 就是刚刚讲的 知道怎样圣结 怎样敬虔 这样子能够完全照神的话 这样子来做 这样可以完全照神的话去做 在那个日子 你才静得去考验 在那个日子 你才静得去考验 你不完全照神的话去做 你不完全照神的话去做 在那个日子 就会出问题 在那个日子 就会出问题 所以罗牙很敬虑神 所以罗牙很敬虑神 因此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去做 因此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去做 不敢用自己的意思去改变 不敢用自己的意思去改变 这个就是罗牙敬虑神的表现 这个就是罗牙敬虑神的表现 就预备 按照神的话来预备这一支方舟 就按照神的话去预备这一支方舟 因为这样能够让他全家可以得救 因为这样可以让他全家能够得救 我们看回来创世纪的第七章 我们看回来创世纪第七章 看第一节 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 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 一节一节 又说对罗牙说 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在这世代中 我见你在我面前示异人 所以神就对罗牙这样讲 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现在方舟已经建好了 现在方舟已经建好了 红水即将要来了 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在这个世代中 我见你在我面前是异人 因为在这世代中 我见你在我面前示异人 在第六节记载 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 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 罗牙刚好六百岁 罗牙整六百岁 那罗牙就和他的妻子 只义父都进入方舟 躲避洪水 那这个就是让他全家可以得救 这样就是让他全家能够得救 所以一个人有信仰 所以一个人有信仰 影响整个家庭 你有信心 你有信心 你关心你的家人 你关心你的家人 可以帮助你的家人的信仰 就像保罗对禁足所讲的 你要信耶稣 你跟你一家就必得救 不是一个人信全家就得救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一个人信 他会去关心家人 会带领全家去拜神 这样就可以全家得救 所以禁足就叫全家一起来听保罗讲道 所以禁足就叫全家一起来听保罗讲道 那一天晚上整个家庭都全部受洗 那天晚上整个家庭都全部受洗 因为他们听他们都明白 那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信仰 可以影响整个家庭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信仰 能够影响整个家庭 拿一个人的信心 拿一个人的信心 能够影响整个家人的信仰 能够影响整个家人的信仰 能够保守一个家庭 能够保守一个家庭 去带领一个家庭 去带领一个家庭 让他全家最终能够得救 让他全家最终能够得救 这个是何等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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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家庭里面能够一个有信仰的人 所以家庭里面能够有一个有信仰的人 是家庭的福气 就像主耶稣所讲的 就像一盏灯照亮一家人 就像一盏灯照亮一家人 让这个家庭可以明亮 让这个家庭能够明亮 而不会处在黑暗中 就是不会在罪里面 就是不会在罪里面 在死的阴影里面 而能够光在光明里面 而能够在光明里面 就是脱离罪恶 就是能够尽到永生 这个就是一盏灯就有这个功效 这个就是一盏灯的功效 一盏灯就有办法照亮一家人 所以我们能够有信心 所以我们能够有信心 效法罗亚 我们也可以去帮助我们一家的人 我们都能够去帮助我们一家的人 这个是非常宝贵 罗亚就是这样子 让他全家能够得救 罗亚就是这样让他全家能够得救 那希伯来书讲错 就因为这样定了那个世代的罪 因为那个世代不肯相信 因为那个世代不肯相信 罗亚建造方舟差不多120年左右 罗亚建造方舟差不多120年左右 因为在创世纪六章的第三节里面 因为创世纪六章三节里面 有讲到他们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 有讲到他们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 那罗亚500岁 那罗亚遇上了六百岁 那六百岁就进入方舟躲避洪水 那六百岁就进入方舟躲避洪水 那至少有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 那至少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 那他建造方舟 他一面建造方舟 一面传异道 一面传异道 就是传这种得救的道 就是传这种得救的道 劝勉当时的人要回头 要悔改 要一起来建造这个方舟 将来可以进到方舟里面 将来可以进入方舟里面 就可以免去将来的灭亡 就可以免去将来的灭亡 当时的人听罗亚所见证的 没有人愿意相信 因为这样他们就被定罪 他们就被灭亡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彼得前书三章 我们看二十节 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 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 就是那从前在罗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 不信从的人 当时进入方舟 值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 那就是那从前在罗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 那些不信从的人 那些不信从的人 这里所讲的就是九节 基督曾借着这个灵 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面的灵听 基督曾借着那个灵 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面的灵听 这些灵 这些灵魂是指着罗亚时代 那些不信从的人 那些灵就是指着罗亚时代 那些不信从的人 这个不是说主耶稣去地狱 去阴间传福音给他们听 这个不是说主耶稣去地狱 去阴间传福音给人听 因为如果去地狱 去阴间传福音 那里的人多得不得了 那里只有罗亚时代的这些人而已 因为去到地狱阴间传福音的话 那里的人多得不得了 怎么会只有罗亚时代的人呢 不会只是对这些人讲而已 不会只是对那些人讲 这里所讲的就是指着 罗亚就是借着神的灵的帮助 去传福音的 这里所讲的就是 罗亚藉着神的灵的帮助 去传福音 表面上是罗亚在传 表面上是罗亚传 其实是圣灵的工作 其实是圣灵的工作 如果不是圣灵帮助 如果不是圣灵帮助 那么恶劣的环境谁敢讲 那么恶劣的环境 谁敢说呢 你不怕被打死 你不怕被打死 整个环境都是那样 整个环境都是这样 那罗亚为什么有这个弹量 为什么勇敢见证 就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 如果他对神没有信心 如果没有圣灵感动给他的力量 他没有这个胆量 敢这样传福音 所以表面是人在做 其实是圣灵在做 所以这里所讲的就是指着 圣灵借着罗亚去传这个福音 所以这里所讲的就是 圣灵借着罗亚去传 这样的福音 这些人就是当 就是罗亚预备方舟 那个时候的那些人 这些人就是 罗亚预备方舟那个时候的人 罗亚传一道 传了一百多年 罗亚传二道传了一百多年 很可惜他们都不肯信 很可惜他们都不肯信 所以最后都要灭亡 所以最后都要灭亡 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不多 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 只有八个人 所以这个是很可惜 所以这个是很可惜 那这个水今天就是预表洗礼 这个水今天就是预表洗礼 现在借耶稣基督复活 来拯救你们 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复活 也拯救你们 因为耶稣复活完成救恩 降下圣灵 就开始有这种赦罪的洗礼 就开始有赦罪的洗礼 那这个洗礼不是要除掉落体的污蔑 这个洗礼不是要除掉肉体的污蔑 是要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是要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就是要洗净我们的罪 就是要洗净我们的罪 无罪良心就没有亏欠 无罪良心就没有亏欠 所以今天我们一样要借水得救 所以我们今天一样要借水得救 像罗亚时代一样 就好像罗亚时代一样 借水得救不多只有八个 借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人 今天愿意接受的也是不多 虽然我们传扬我们这些得救的真道 虽然我们传扬我们得救的真道 但一般愿意接受的还是不多 但一般愿意接受的人都不多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讲得很清楚 洗礼要洗掉我们的罪 洗礼要洗去我们的罪 但是一般教会怎么样讲 就是讲信就得救 但一般教会怎样讲 就是讲信就得救 讲悔改就是重生 悔改就是赦罪 不讲洗礼赦罪 不讲洗礼赦罪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那我们跟他讲 他就是接受不了 所以虽然在我们看 这个道理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看得道理很清楚 但是愿意接受的还是不多 但愿意接受的人都是不多 那你这个不肯信从 当然就是要灭亡 不肯信从当然就是要灭亡 就像罗亚时代那样 就像罗亚时代一样 你不肯信从 不肯接受这个赦罪的洗礼 你不肯信从 不肯接受这种赦罪的洗礼 罪没有赦凭什么得救 罪没有赦怎么可以得救呢 所以罗亚时代就是借水得救 所以罗亚时代就是借水得救 今天我们一样借着洗礼得救的 所以我们真教会有这个赦罪的洗礼 所以我们真教会有赦罪的洗礼 这个极其宝贵的事情 这个就是主耶稣用保血所买来的 这个就是主耶稣用保血所买来的 因为我们有圣灵 因为我们有圣灵 圣灵运行水中有主的保血 圣灵运行水中有主的保血 真的可以洗掉我们的罪 真的可以洗净我们的罪 这个才是神的百姓 这个才是神的百姓 是神用保血所买出来的 是神用保血所买的 那信而受洗就必然得救 那不信当然就要被定罪 罗亚能够相信 他跟他一家能够得救 他跟他的一家能够得救 当时的人不肯相信 当然就是灭亡 所以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 听了道理 不肯接受 就要被定罪 所以得救的道理 我们有责任要多多讲给其他人听 所以得救的道理 我们有责任要多多讲给其他人听 那他如果谦卑接受 他如果谦卑接受 他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 他就能够得到救恩 他如果硬心不接受 他如果心眼不接受 那就像罗亚时代的人一样 就好像罗亚时代的人一样 所以罗亚的信心 所以罗亚的信心 产生两种功效 产生两种功效 一种功效就是让他全家得救 一种功效就是让他全家得救 另外一种功效就是定那个世代的罪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所以没有资格像罗亚这样得救 所以没有资格像罗亚一样得救 因此这个就是罗亚信心的一个果效 因此这个就是罗亚信心的果效 取了敬畏的心 有敬畏的心 预备方舟 预备方舟 让全家得救 让全家得救 定了那个世代的罪 也都定了那个世代的罪 那我们今天 我们真教会 我们今天真教会 也是扮演这个角色 也都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因为我们也是照神的话来做的 因为我们都是照神的话去做 在神面前可以蒙恩的 在神面前能够蒙恩 因为我们是照神的话来信的 既然是这样就可以在神面前蒙恩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蒙恩 神也会指示我们未来的事 神也会指示我们未来的事 当我们了解这些事 当我们了解这些事 我们如果有信心 如果我们有信心 一样的我们也会晓得要怎么样敬畏神 我们一样会知道如何去敬畏神 在信仰上晓得要怎么样怕神 在信仰上知道要怎么样去怕神 就像彼得所勉励的 就像彼得所勉励 要知道怎样何等的圣洁 要知道怎样来敬畏神 要知道怎样去敬畏神 过敬虔的生活 这样子 我们将来就可以完成得救的工作 那么我们将来就能够完成得救的工作 这个信心就可以救我们 这个信心就可以救我们 也可以救你一家人 因为你一个人的信仰 会影响一家人 因为你一个人的信仰 能够影响一家人 那借这个信心 也可以定这个世代的罪 因为我们传福音给他 他不肯接受 他不肯接受 不肯信从 这样就会被定罪 这样就会被定罪 这个就是罗亚的角色 也是今天我们真教会的角色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真教会的信徒 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的信徒 就是在扮演罗亚的角色 就是扮演罗亚的角色 因此我们要有信心 因此我们要有信心 信心要坚固 信心要坚固 能够像罗亚这样蒙神恩典 能够好像罗亚一样蒙神恩典 能够真正很明白未来的事 也能够从这些事来得到力量 也能够从这些事来得到力量 伸出这种敬畏神的心 伸出敬畏神的心 晓得怎样在信仰上来立志来追求 晓得怎样在信仰上立志去追求 可以救自己 可以救一家人 去救自己也都救一家人 我们再来唱诗 我们再来唱诗 225 首 225 首